戏曲要唱 做 念 打 但人生有它 最完美无限 人生万变 但耶稣的爱永远不变 他曾经染上毒癮 我借了氨维他命结果却又染上了海洛因 他因为吸毒被捕 我不想进去关 我甚至害怕进去关会被欺负 他不让人看好 有吸毒的背景 你可以做幕会吗 有很大的疑问 他自己也有点担心 没有很好的文凭 没有很好的学历 在学歌方面都是比人家差 日月潭是台湾著名的旅游景点 这个海拔七百多公尺的高山湖 是台湾最大的天然湖 这里也是台湾原住民少族的居住地 日月潭风景区 印高山湖泊 原住民文化 自然生态等特色 每年吸引超过六百万中外游客到访 日月潭位于台湾中部南投苑的游池乡 杨石座夫妇就在游池乡的一间教会工作 游池是个很小的教会 跟一般乡村教会一样 就是壮年其实不多 都是老人跟小孩 多半的中青状都到城市里面去工作 那反而是把这些老人家留在乡下 孩子没有办法带出去 就留在渔池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跟神祷告之后 神也让我们看到这个族群的需要 那我们就开始了社区老人的工作 我们就固定每一个礼拜 让这些老人家来教会 不是只有他们来这边喝茶聊天 也让他们做一些手工 也让他们去画画 他们画的图比我们画的还漂亮 他们做的手工比我们做的还漂亮 看到他们很有才华 那我就常常会鼓励这些老人家说 其实你们是一群被埋没的人 那孩子的部分 在教会就做科业辅导 因为他们回到家 放学回去以后 老人家没有办法帮他们看作业 所以教会就帮助他们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让这些老人家来 还会提供他们午餐 让他们吃完的午餐以后 他们再回到他们的家 他们不需要 又匆匆忙忙的去预备午餐 有一些行动不方便 我们开车去把他接来 有一对老夫妇80岁 儿子才50几岁 在大陆突然就猝死 那他就非常伤心难过 难过到身体越来越多问题 越多毛病 那后来我们经过人家介绍以后 我们去探访他 然后探访他以后 然后就带他来教会 他来了几个 两三个月以后 他整个人快乐起来了 他就自己主动跟教会说 我来教会这几个月 我变得很快乐 我要信主 我要受洗 他先生就觉得说 好啦 那你要信你就去信 没多久 看他的太太 整个人的改变也深深地吸引他 所以后来他也信主 他也受洗 那特别感谢神说 我们做这个老人事工 也带入十几个老人家信主 杨石座开展关怀长者的工作 希望老人家能够安享晚年 同时有一样他没有想过的工作 摆在他的面前 我万万也没有想到说 在这个深山里面 毒品一样是泛滥 于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大毒窟 卫生局跟更生保护会 他们就会追踪一些受刑人 刚出疫之后的一些追踪辅导 那就透过卫生局的邀请 跟更生保护会的邀请 让我们可以去关心更多的 吸毒的朋友 让他知道说 这是教会在关心他们 我可以以我自己亲身的经历 告诉他们 能够帮助他戒毒的 能够帮助他从毒品里面走出来 除了这个信仰以外 并没有办法靠着自己 杨石座出身于一个五代 都是基督徒的家庭 他自小就在教会长大 后来因为不交选友 令他接触到毒品 从小家庭经济就不是很好 我爸爸妈妈又有七个小孩 他是男生里面最小的 从小来讲 他应该是比较外向 那后来他交到不好的朋友 都是一些混混的朋友 真正是好孩子很少 我在一般人家说 道上的朋友里面 我算是老实人 可是在一般比较 比较中后老实的 这些朋友里面 我又是属于坏孩子 当兵回来以后 就认识女朋友 然后在感情上面受到挫折 一开始是喝酒 借着酒来逃避来麻醉 那因为自己酒量不好 所以常常喝醉酒 后来朋友就介绍说 有一种东西可以解酒 那我就很好奇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朋友就介绍我说 安维他命可以解酒 可以提神 那我就因为这样好奇 然后就开始去接触安维他命 后来自己因为有在做生意 那常常就会使自己精神不振 那又很会怀疑东怀西 甚至有时候开车想要去撞人 所以自己觉得事态严重 才想说可以怎么样想个办法 想要远离这个安维他命的捆绑 那后来我又去找我以前所认识的朋友 那朋友都是在道上的朋友 那他们一听到说我想要借安维他命 他们就说用乙毒攻毒的方式 当时也傻傻的我也不知道 什么叫做乙毒攻毒 我就问他说要怎么样乙毒攻毒 那朋友就说很简单 你只要用海洛因来借安维他命就好了 那我就提出一个质疑 要借安维他命怎么会是用海洛因呢 他说因为这是毒王 所以你要借安维他命的话 只要用海洛因就可以 一定可以把它借掉 我就尝试了第一次用海洛因来借毒 真的是一两天之后 我就不会想要吸安维他命 结果反而是想要吸海洛因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 惨了更严重 我借了安维他命结果呢 却又染上了海洛因 神像黑暗泪沉睡 人生像关缘尽风吹 尽风吹 光顾似烟消去 难见真临不流泪 杨石座一步一步陷入毒人当中 不能自拔 最后被家人发现 看到他生活不正常 然后身体越来越瘦 越来越瘦 那有问他 你有接触 刚开始都否认了 没有什么啊 都是这样子 对 到后来他承认 人家毒品那个东西 就是要你的钱嘛 你没有钱 你根本就买不到 而且那种东西是很贵的 一天大概是要一万块左右 那很快很快 钱就用得差不多了 到没有钱的时候 就会用苦若剂 来跟家里的人 来苦苦的哀求 希望家里的人 来自愿来帮助 可是家里的人 他们不愿意 他们宁愿 我需要什么东西 需要吃的 需要用的 愿意帮我买 可是当我需要吸毒的 需要买毒品的时候 他们就是不愿意帮忙 过去还可以稳定工作的时候 也曾经在就是 招了一个民间互助会 那自己是当会头 然后就收了一些钱 到了一半之后 就找不出钱来 后来就跑掉了 后来就变成家里的人 帮我善货 我以前在做生意 就是到工厂去批货 批货回来以后呢 就把东西拿去店家买 寄卖 那到最后有一些没有卖出去 那我就整个就去 用批发价卖给人家 就拿了一大笔钱回来 为了满足当时毒品的需要 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所以最后就变成选择 对不起家人 连互助会 然后包括说那个工厂批的货 大概几百万 我妈妈她是很 很伤心很烦恼 她老人家她真的也 疼爱这个小孩 但是也拿不出方法 所以几乎是我们兄弟 在帮她那个 当我自己原本的钱用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就想说我最后手上的这笔钱 我就去尝试 就用毒来养毒的这样的方式 然后来过日子 结果是买回来毒品 连卖都还没有卖 在吸毒的时候 刚好就警察冲进来 现场就有海洛因跟安非他命 两样毒品 杨石座因为吸毒 被囚禁半个月之后 获释回家等候法庭判决 在这段时间 她感到很恐惧 在监狱里面都是一些大哥 都是一些黑社会的 那虽然我不是一个很忠厚老实的人 可是毕竟我也不是混黑社会的 我不想进去关 我甚至害怕说 进去关会被欺负 所以我就回来找家人商量 家人就联络成熙会 就马上安排去面谈 那面谈之后就马上进 住到成熙会里面 其实去戒毒也是有很大的挣扎 毒瘾一发作的时候 就像蚂蚁在啃你的骨头 在那边啃 让你整个很不舒服 甚至酸痛 那这个是实在是没有办法 去用原理来表达 甚至连晚上 连要休息睡觉 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入眠 第一个礼拜去看的时候 其实她是很痛苦很挣扎 听说她也有要逃离那个想法 大概在里面待了十天半个月以后 我也曾经逃跑 逃跑了之后被发现 那程熙会里面的一些资深的瞳孔 就赶快就开车出来找 那当他们 我知道他们开车出来找的时候 我就躲到草丛里面 然后就等到他们车子过去了 我又出来 我又出来在走的时候 他们车子又 从山下又回来 被发现了又乖乖的又被带回来 戒毒虽然痛苦 但是杨石酌知道 如果不留下戒毒 就要坐牢 因此她再没有偷走的念头 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 就是说判我四个月的徒刑 后来我就跟家人 跟程熙会的同工商量 说想要上诉 我就搜集了一些资料跟相片 呈给法官 让他知道说 我真的是在这个地方戒毒 然后也跟法官求情 就说让我能够留在程熙会 用基督教信仰来帮助我 把这个毒品给戒掉 法官也接纳我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后来就判我犯刑 五年 我这样就没有进去关 法官接纳杨石酌的上诉求情 因此他可以留在中心戒毒 不过这件事 只是神引领杨石酌的开始 而在戒毒的过程中 他继续经历到神的能力 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的时候 资深的弟兄就过来 来帮助我就是为我祷告 当他为我祷告完之后 神迹就出现了 神就让我可以好好的睡个半个小时的觉 对于一个戒毒的人来讲 睡上半个小时的觉 已经很足够了 我们以前是连十分钟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但是感谢神透过弟兄的祷告之后 我们可以睡上半个小时 在那里面的弟兄 他们都是从一个没有信主的家庭 来到晨曦会 他们从不认识神 到他们在这里可以去认识神 而且把这个毒品给戒掉 其实去戒毒 最困难最困难是那个心 只是暂时的逃避环境 并不能真正的把毒品给戒掉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 我才自己下了一个决心 好好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我跟神祷告说 神啊既然他们可以 为什么我不行 来到晨曦会的时候 感谢神预备了很多属灵的墓长 传道同工的陪伴造就 让我能够重新去认识这个信仰 我寻找到那个力量的来源 我从神的话语当中 再次找到生命的意义 找到我的希望 找到我的未来 找到我的盼望 本来是一个烂料的果子 它开始健全 在恢复它对整个人生的价值 对基督里面的罪求 杨石座靠着神的帮助 戒除读隐之后 他留在福音戒读中心实习 后来再被派往台北 和泰国北部的福音戒读中心工作 那从泰北的晨曦会回来台湾之后 后来才去读神学院 要读神学院之前认识我太太 交往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我们结婚 我们进入婚姻 主要是因为我们大方向都一样 就是愿意尾声在宣教的辅事上 对我自己来讲 我当初要跨出去这一步 自己也是有一些的恐惧害怕 以我们的背景来讲 没有很好的文凭 没有很好的学历 在学各方面都是比人家差 那更何况说 你是要去做一个异文化的宣教 但是很清楚的知道说 这是从神来的呼召 那只能说顺服神的带领 那时候有人不是很看好 晨曦会的弟兄就是 你有系列的背景 然后你可以做幕会吗 有很大的疑问 那我相信神的带领绝对不会错 我们那个拆船的总干事 打电话给我说 就是有这样一位船道 习助船道刚从神学院毕业 他们将来要去泰国宣教 但是需要有一个母会 我们这个地方教会的规矩是说 要先找一个地方教会的 某一个教会当他们的母会 然后他们可以 在里面服侍两年之后再去 所以我们就很欣然接受 说我们成为他们的母会 然后我们大家就 非常喜欢他们这对夫妻 就是我们夫妻来渔池好像没有多久 就开老人失控 那在这当中 他们很愿意帮助我们 很愿意让习助去有各方面的学习 所以我们留在这里 一段时间之后才去泰国 清景农场位于海拔2000公尺左右的高山上 这里风景秀丽 稀厚而人 令它成为台湾中部地区最热门的旅游观光景点 不少喜欢大自然的人 因为清景农场地区优美的环境 从大城市搬离居住 不过 杨石座夫妇要去的地方 就不是一般人的理想居所 因为那个地方 连泰国当地的传道人都不是很喜欢去 因为它比较偏远 一方面是那边物价高 一方面是那里很危险 那里比较危险 我太太她对泰国很有负担 我一样也对泰国很有负担 可是我的负担是在泰国的北部 那我的太太呢 负担是在泰国的南部 就是泰北有很多的 玄教单位很多的传道人 可是南部没有人愿意去 那就是他们像羊群史上没有人过 那为什么所有的资源都跑泰北 那其实南部的弟兄姐妹 也很需要人家牧羊 我们结了婚之后 我们就开始就寻求前面的道路 那在这个寻求当中 神就带领我们夫妇 能够有机会一次到泰北 去看看两个不同的环境 让我们能够去重新寻求前面的道路 他们2006年 我记得 就到泰国去宣教 泰国的南部宣教 在泰国大概是五年 这五年当中 其实我们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有机会就去探望他们 他们呢只要回到台湾 宿址或者是度假的时候 一定会来看我们 一直到他们在泰南 泰南的宣教事工告一个段落 其实也因为孩子要救学的缘故 他们回来了 我先生都说我心没有回来 人回来心没有回来 这样 我曾经做过最坏打算就是 他带孩子回来我自己回去 因为教会也一直在陪伴我们 所以他也知道说 我们是在不舍的情形之下 才回到遗址 所以教会也很支持 就是说让我们也可以每年透过代福音队 然后去那边再去陪伴再去造就他们 他们这一次从泰南回来 我也没有想到说 我的身体会开始 开始就是说变得很不好 那变成说他们 他们这一个家庭回来 对我是很大的帮助 而且好像有个定心丸一样 有他们在 我们就有一种非常安定的感觉 各式各样的事情 他们一定会 一定会就是全力的投入 他们回来之后 正是正好是哨传到身体开始 整个健康计算之下 我们就把一个重任交给他们 就是说他们来开始带离一起 所以从那时候到今天 已经到现在也已经三年四年了 我们本来最初的打算 就是大概是想说大概就两年 并没有想说要留太久 可是后来同工艺也表达就是很需要 需要我们留下来 所以就 因为神没有说可以动 所以就乖乖的在 我很清楚的知道说 我今天这个生命 是神用重价帮我买赎回来的 既然是被神用重价救赎买回来的 我有什么资格可以去想说要走自己的路 我今天都不是因着神的恩典 神的怜悯神的拯救的话 可能不是被关死 要不然就是吸毒死掉 所以当他被神整个生命翻转过来 当他自己能够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他就会尽他所能的去做 他现在做每一件事 他是从心底起全心全意地做 因为他非常感恩 看你只将就祝爱送成世事 常愿意飞向寂寞抹起 为往事往爱举在 将就爱藏心美 来向前如有祝爱永返岁 今天杨石座在渔池乡的教会努力工作 同时也挂念着泰国南部的教会 不过杨石座知道自己的生命是主耶稣拯救回来 因此就信服神的带领 如果你想更多了解这位杨石座所相信的耶稣基督 欢迎致电《恩与生命热线》 或者登入《恩与之声》的网页 和我们联络 我们很乐意和你分享基督信仰 愿神赐福你 《恩与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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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我们继续为福音齐心努力